有时候不得不承认 婚姻多多少少会限制女演员的事业发展 例如孙怡、杨幂、赵丽颖以及佟丽娅 都是很明显的例子 离婚之后她们不仅事业蒸蒸日上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容光焕发 眼睛也有光了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赵丽颖 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 算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不过两人的好聚好散 貌似也没有对二人的名誉有任何的影响 离婚之后也在各自的交际圈、事业圈中发展得不错 相比之下 赵丽颖离婚之后的变化最大 离婚之后的赵丽颖有一种在或自由身的感觉 事业上也开始重新接一些少女、侠女的角色 虽然观众最开始有一些排斥 但赵丽颖凭借自己的演技 大家已经开始接受 这次赵丽颖与林更新合作的《于凤行》 就能看得出赵丽颖离婚后不再刻意避嫌 在拍摄的过程中整个人都很放松 拍戏之余也与林更新谈笑风生很是开心 同样还被拍到两人在《于凤行》杀青的时候搂腰拍照 尽显甜蜜 没能等到《楚桥转2》 大家一直都很遗憾 这次《于凤行》 赵丽颖与林更新的二搭也算是弥补了其中的一些遗憾 时隔五年 赵丽颖古装傍身之后依旧英姿飒爽 林更新也风度翩翩 完美搭配 绝对养眼 期待《于凤行》早日播出 毕竟很久没有古装剧可追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于凤行》未播鲜活 但凡赵丽颖拉胯一点 都怕压不住这三位女配 话不多说 古偶剧在影视剧市场上的分量依旧是不容小觑呀 特别是2023年代播的作品中 已经有好几部未播鲜活起来了 杨幂龚俊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片 光是演员阵容就已经满足了演狗们的审美 刘诗诗、刘雨宁的《一念观山》 也是自带热度跟话题 当然了 除了杨幂跟刘诗诗 其他的《八五后花旦》的作品 也一样是未播鲜活 赵丽颖主打的《于凤行》 更是预定爆款之一 《于凤行》作为一部玄幻国偶剧 除了有强大的原著粉基础之外 还有赵丽颖跟林更新这两位 合作过《楚桥传》的《星月CP》撑场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在流量方面占了优势 奔着星月夫妻想要追剧的观众 多到数不清 而《于凤行》的剧组也十分给力 在《腐化道》、《画风》上 打造了一种跟当代千篇一律的 古偶剧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别的不说 光是看海报跟路透 林更新跟赵丽颖就已经成功抓住了 无数观众的眼球 除了主角自带流量 《于凤行》之所以会成为 魏波鲜火的预定爆款 其实跟配角阵容也完全分不开的 特别是女配阵容 简直豪华又惊艳 第一个不得不说 宣露 即便是在赵丽颖面前 她也美得有自己的特色 宣露的英气跟演技 其实已经让观众见识很多次了 从《陈情令》到《与君歌》 再到前段时间且视天下 宣露能温柔 可高冷 还能英姿飒爽 每一个形象都让观众惊艳一把 这次跟赵丽颖合作 造型上也很圈粉 第二个让人惊艳的女配 便是46岁的曾黎 曾黎的美貌忍尽皆知 年轻时曾被誉为中戏第一美人 如今人到中年 不仅依旧保持着年轻感十足的状态 气质上也越发地成熟 优雅 大气 是那种骨相感十分优越的大美女 别看曾黎现在已经46岁了 人家在《且视天下》中 可是凭借美貌 躲过了网友们网报的女演员 在《与凤行》中 她的扮相也十分过关 气场全开 五官精致的模样 让人想要忽略都难 董洁 是《与凤行》中的第三位经验女配 年轻时候的董洁可是很多人心中的清纯女神 那张脸就是放到现在的娱乐圈 也比那些偶像小花有过之而不及 如今的董洁42岁 是一脚踏进了中年门槛的女性 可颜值却依旧还是能扛 如意转中的她也是把观众们惊艳了一把 这一次42岁的董洁摇身一变 成了《与凤行》中的女配 从扮相上来看 应该只是一个戏份不多的妇人 但是有一说一 这么简约吐气的造型 依旧还是掩盖不住董洁身上那种弹雅跟贵气 这状态绝了 再来看看女主赵丽颖 这一次在《与凤行》中的她 真的美到让路人都忍不住沉沦的程度 毫不夸张地说 作为一部未播鲜活的古装剧 但凡女主赵丽颖的颜值拉胯一点 都压不住前面这三位颜值气质都过关的女配 35岁的赵丽颖在《与凤行》里到底有多美呢 看路透就知道了 路透中的赵丽颖穿着白色的素衣 简单的盘发 却将温婉古典美人的气质 全是得淋漓尽致 隔着屏幕都让人觉得 她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美人 唯美得好不真实 可温婉可坚毅 战斗时候的赵丽颖眼神坚定带着杀气 隔着屏幕都有一种女侠风范 还记得以前有导演说 赵丽颖是丫鬟脸 当不了女主 可现在看来 还真的是扎扎实实地打脸 大女主的气质 赵丽颖完全拿捏住了 说实话 《与凤行》的浮花道 应该是近几年来 简约古装风造型的天花板 即便衣服的设计感不华丽 却能使人赏心悦目 关键是赵丽颖的这张脸 完全对了观众的胃口 即便一开始觉得 林更新油腻的网友 在看到赵丽颖的状态时 也都对该剧抱着期待 总而言之 赵丽颖的美 不仅撑起了 《与凤行》中 沈黎的人设 更是拉高了 整部剧的颜值标准 也颠覆了人们 对简约峰古装的认识 岂不说赵丽颖 在《与凤行》中的 古装造型经验四作 但凡她的颜值拉胯一点 也都怕是会压不住 炫露 增离 以及董捷这三位 高颜值女配啊 所以冲着赵丽颖的颜值 冲着赵丽颖的演技 刚刚杀青没多久的 《与凤行》 已经成功抓住了 一大批网友的目光 后续只要编剧给力 导演过关 那么《与凤行》成为爆款 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接下来说 郑小龙新剧启动 男主被曝已定罗进 女主正在接触 赵丽颖和热衣扎 郑小龙是个 和有文化底蕴的导演 她指导的几部作品 几乎都充满了 人文关怀情怀 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比如《金婚》 《甄嬛传》 《芈月传》 《红高粱》 《急诊科医生》 《幸福到万家》等等 与此同时 郑龙还是一个 独具会演的导演 她挑中的演员 不仅得到了 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还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比如孙力 刘涛 蒋新 赵丽颖 黄轩 周迅等等 因此 很多演员都想出演 郑小龙导演的作品 毕竟郑小龙的作品质感十足 非常能调动演员的积极性 郑小龙新剧启动 男主被曝已定罗进 女主正在接触 赵丽颖和热衣扎 网传 郑小龙今年的新剧 《天公之城》正在筹备中 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从剧情和题材来看 《天公之城》非常有看点 该剧是一部具有 身衣元素的历史大剧 也是一部很有匠人精神的年代剧 主要以永乐年间的 一个工匠家族为叙事视角 来展现中国匠人的 奋斗历程以及国家情怀 从演员志荣来看 《天公之城》也很给力 网传该剧的男主已定罗进 对于罗进的实力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罗进自出道以来 就给观众带来很多 筷子人口的佳作 比如《美人心记》 《克拉恋人》 《锦绣未央》 《赫里华亭》 《安家》 《幸福到万家》等等 这次罗进以男主的身份 加盟《天公之城》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肯定都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至于该剧的女主人选 网传郑小龙导演 正在接触赵丽颖和热衣扎 众所周知 赵丽颖今年拍摄的 《雨凤行》刚刚杀青 因此赵丽颖在档期上 还是很合适的 但是由于赵丽颖 颜值演技双在线 所以很多主创团队 都想邀请赵丽颖担任女主 于是赵丽颖现在 受到了很多剧本的邀约 不过《天公之城》 最后女主的人选 还是要看哪位演员 符合该剧女主的形象 因此只有经过世系 才能最终确定女主的人选 而热衣扎最近的人气也很高 她凭借年代剧《山海情》中的精彩演艺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获得了第三十三届飞天奖 优秀女演员奖 不过热衣扎在其他作品中的表现 也很出色 比如《甄嬛传》 《海上木云记》 《长安十二时辰》等等 因此热衣扎也是一个各方面实力 都很出众的女演员 对于赵丽颖 她的演技也很精湛 而且赵丽颖和热衣扎 都和郑小龙导演合作过 这次 她们无论谁和郑小龙导演合作 肯定都会为《天公之城》 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大家觉得 谁更适合担任《天公之城》的女主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